哈喽大家好,这里是飘飘飘哥,享受预言的神奇梦龙探寻人生的真理回声 今天我们继续分享西方预言鼻祖诺查丹玛斯的预言 就像是推背图一样,当我们想到预言的时候就去翻看这本奇书 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修 而西方的推背图莫过于诺查丹玛斯的著世纪 以前咱们曾经分享过诺查丹玛斯的预言 如《僵尸启示录》,青年去一半 结合着两年的疫情可谓是令人感到电闪雷鸣,惊悚恐怖 诺查丹玛斯的最出名的书籍就是《著世纪》 该书汇集了942条可以预测未来事件的诗意绝句 大家知道,它对世界真正的末日之年预测的是哪一年吗? 根据最新的英国《每日邮报》的相关文章的报道 其研究者认为,竟然是3793年 也就是说,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之中最后的年份是3793年 距离今年还有1771年 那么在未来的1770多年当中,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吗? 会有第四次第五次世界大战吗? 而这个3793年是人类的末日呢? 还是地球的末日呢? 近期,有诺查的研究者将它对第三次世界大战 天灾及太阳风暴的预言 再一次地从不同的迹和湿之中挖掘出来 发现其中的意味值得探究 油炸花生你先上去咱们,嗷嗷狠的直接抢 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袭击之后 有人质疑,诺查的预测是否显示了世界之战 一个月前的2月24日 俄罗斯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欧洲最大规模的常规军事进攻 早些时候,普京宣布了一项特别军事行动 几分钟之后,导弹雨点般的在乌克兰的各地落下 俄罗斯的入侵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 引发了对俄罗斯的一系列的制裁 制裁之下,炮火并没有停止 随着乌克兰一个个城市化为瓦利废墟 人民的伤亡和战争的残酷 一次又一次地冲击着 习惯了和平几十年的人类世界 同时,其中还掺杂着核威胁的可能性 人们惊呆了 然而,应该意识到的是,这就是人类 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战争 伴随着人类的每一个阶段的发展 回顾五千年的文明史 从皇帝大战赤油 河马史诗记载的特洛伊之战 印度摩克普罗多的巨卢之战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阿富汗之战 以色列之战 到今天的俄乌之战 从黑铁时代的冷兵器到二战之后的热兵器 以至于现在最让人担心的核武器 战争贯穿着人类的历史 1991年 两名徒步的旅行者在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 偶然发现了埋在冰中的木乃伊 后经证明 这被称作冰仁傲茨的木乃伊 死于五千多年前 最初考古学家认为 他是在一场暴风雪中坠落 并且是被冻死的 后来考古学家们在他的身上 发现了各种伤口和淤伤 并在肩上发现了一枚嵌入的箭头 他携带的石刀上 还发现有血迹 都说明了他很可能是死于战斗 加拿大历史学家马格丽特迈克米伦 认为冰仁傲茨的故事体现了人类暴力的本性 在采访中他说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在1914年之前 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 因此奥匈帝国想要摧毁塞尔维亚 而俄国决定保卫塞尔维亚 德国决定支持奥匈帝国 他们仍然认为自己可以收手 因为他们以前这样做过 但是他们这一次做得过分了 这一切成了关乎民族自豪感的问题 那就变得危险了 当他被问到 人类可能避免核战争吗 马格丽特迈克米伦说到 我认为是可以的 冷战时期非常接近战争状态 我们认为核武器保持了苏联和美国之间的 相互保证毁灭的一种平衡 但是让我震惊的是 自冷战结束以来 所发生的一切 他们几尽开始相互发射核武器 在古巴导弹危机之中 我们距离上述所说的那种战争的距离 比我们以为的都要近 一艘苏联的潜艇的舰长被授权 发射带有核弹头的武器 但有人说服他不要这么做 有时技术人员使用了错误的训练录像带 美苏双方的军人都会在雷达上 看到一群鸟 却误以为是来自对方的导弹或者是飞机 这篇文章是在鹦鹉罗杂志的叫做 Humans have gotten nicer and better at making war 这篇文章之中说到的 最后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说道 我认为人类可以克服战争的发生 德国发生的变化 令我感到震惊 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德国 是一个充斥着军事主义价值观的社会 军队曾经被认为是国家最崇高 最优秀的部分 但这种观点在德国已经完全消失了 如今的德国是一个完全的不同的社会和国家 瑞典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17世纪的30年代之中 如果你听到瑞典的士兵已经是兵临城下的消息 你一定会感到极度的恐慌 因为他们当时是如此的暴力和残酷 现在瑞典是一个致力于维持和平 和国际合作的完全不同的国家了 大多数的欧洲国家已经远离了军事价值观 远离了战争是国家有用的工具的认识 现在我无法想象任何的欧洲国家 会与另一个欧洲国家交战 以上是在英武罗杂志选自Steve Paulson的一篇采访文章 而这个文章仅仅是发表于2021年的2月 仅仅一年之前的人类 包括历史学家 都无法想象一年之后的今天的2月 却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核威胁 人们讲其和古巴的导弹危机相提并论 而且直到结稿时为止 危机并没有解除 根据华盛顿时报3月26日的报道 白宫提出了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警告 称俄罗斯可能会通过入侵罗马尼亚波兰 及波罗地亚三国等北约盟国在内的东欧国家 将战争在东欧进一步的扩大 那么这意味着全球最大的两个军事集团 将进行面对面的交锋 这也被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原因 诺查丹玛斯在书中 许多的预测都集中在饥荒瘟疫和战争之上 其中一首四行诗被许多人认为是对全球战争爆发的前兆 诗中写道 两次战争突起 两次沮丧而收 东方也将削弱西方 经过几次战斗 几次交手他的对手 在需要之时 以海上追击失败而告终 有人说大语言家的语言非常的模糊 但却有着很明确的暗示 就是西方可能面临着来自东方的威胁 很多人认为这是乌克兰冲突 将波及到西方的法国的预测 后面的预言还这样的写道 蓝头发的人将受到如此程度的伤害 正如法国对双方的好处将永不削减 然而根据诺查达马斯专家 鲍比谢勒的说法 预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在未来的几年内发生 他说诺查达马斯认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局部的战争之后 25到29年仍在持续 然后他补充说 将会有一个土星时代的到来 将会持续1000年 而且是一个和平的时代 诺查达马斯对2022年的其他的预测包括经济危机 大规模的饥荒世界将遭遇小行星的撞击 洪水和干旱将摧毁整个的国家 诺查达马斯预言经济危机再次的席卷而来 他在书中写道 寺庙没有主持僧侣 没有人来学习 蜂蜜的价格比蜡烛贵的很多 卖碎的价格也是如此的高涨 大部分人忍受着贫穷 他们的同胞也将面临着进食的绝望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的社会通货膨胀 以及物价高涨 而全球的气候的大的变化 导致全球的饥荒或者是粮食危机 这或许将预示着人类将会开始争夺自然资源 同时诺查达马斯预言 2022年人类将经历一场突如其来的太阳风暴 地震和干旱以及火山喷发等一系列的自然灾害 地球将在40年内不会下雨 忍受着干旱所带来的粮食短缺 瘟疫盛行 生物会经历全球规模性的灭亡 最后下雨会向洪水猛烈的扑向人类 打破自然界的平衡 诺查达马斯预言人工智能的崛起 会霸占人类的家园 到2022年人工智能可能会通过人机界面来统治计算机 人工智能和计算机对人类的统治早已经在许多的电影当中 得到预测或者说有一种预示 对人类造成史无前例的威胁 有人认为依照现在的发展速度还很遥远 造成威胁是不可能的 但是也有人认为诺查达马斯说的是对的 也许人工智能会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将拥有人类的大脑 利用地球的资源创造自己的伙伴 霍金在生前也曾经发出警告 机器人会代替人类 让我们不要完全的依赖机器人 最后诺查达马斯预言2022年 我们的星球在2022年将不得不忍受陨石造成的破坏 他写过关于天空中由火所构成的长长的火花轨迹 这也可能意味着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发生的毁灭级的破坏 无论是历次的历史上的战争 还是小行星撞地球 还是人类自己所创造的核弹 记得有着那么一句话就是 No Zor No Die No Of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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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